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聊三农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聊三农的问题啊 今天是2月2龙抬头 龙抬头是有讲法的 龙抬头的话呢,我们过去叫做中和节 中和节讲的是什么 中和节,百官,进农书,私农,献,同路 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呢,百官啊 对于这个农业有什么政策 有什么理解,有什么建言,有什么想法 这时候可以说一说 然后呢,私农呢,这时候干嘛呢 就是献叫做同路啊 这指先中后熟或者后中先熟的古物 代名词 可能现在很多人呢,不认得这俩字了啊 另外呢,你像那个2月2啊 干什么的,也有祭造啊 什么造神节啊,什么的 其他的说法 但是2月2的这个中和节呢 最早是2月1 后来呢,变成了2月2 这个来自于什么,唐德宗 也就觉得这时候每一个节日 而且同时呢,这是对于这个农业生产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农师 也就在这时间呢,前一周左右嘛 上周,中央呢,也就发了这个一号文件 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惯例 都是说农业的 而且这时候发,也知道什么 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时候证实大家啊 一起对这个农业呢 可以说到说到 可以呢,见言见策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也是如此 皇帝也是怎么干的,对吧 我们现在讲那个历史的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也讲一下 这些呢,有关这些文件啊 这文件有什么样的亮点 也怎么样子呢,去理解这些文件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件呢 跟前边的一些文件比 有什么不同 大类上比,有什么不同 这里头啊,我们第一条 就是可以看什么 它对于这个粮食生产 跟前两年 也就是21年,22年,23年 可以发现呢 对粮食生产要求越来越大 以前呢,21年只写了第一条 叫总体要求 到2022年呢 就要写了权利抓那个供给 到2023年呢 就要说的是什么 是抓紧抓好粮食的保供 你看在两年多前的时候 还没有把粮食生产呢 放在后头 现在粮食生产就越来越重要了 你像去年的这个第一条 人家讲的呢 就是保障粮食的种植面积和增产 今年的第一条就是权利的保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啊 所以我们这个看这些文件啊 看发展 从发展的眼光看区别 第二个的话呢 今年的一个区别的显著点啊 我们可以看呢 跟去年的一号文件 它多了有关农业科技的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农业的发展 要依赖于科技进步 依赖于科技进步 带来的农业转型 就是说现在呢 这个农业又到了一次新的农业革命的阶段 以后有时间我们也会展开来讲 今天呢 说这个政策呢 就不说了 就是关键 它多了一大项 它好多条呢 就这个农业的 农业科技有关 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你要注意 就是这个次序关键在哪 以前呢 把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都是放到了最后一条 而今年呢 其实党呢 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前了 提前到这个创新之前了 就是说呢 往前提了一条 就是说 以前呢 是创新在党的领导之前 现在呢 是党的领导在创新之前 同样是说这话吧 次序放了一放 就代表什么 这个话的重要性不一样了 也就是我们呼吁了 很多啊 要加强呢 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基层党组织来领导 而不能把这个东西啊 交给相嫌 不能呢 被一些人啊 用这个所谓的创新 去挑战我们国家 和我们党的基层管理 这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把这个党的领导 放前头 创新放后头 还是把创新放前头 党的领导放后头 这个排序 这个改的是很好啊 所以你要注意 他就是 虽然说他话说的一样 这个内容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还有人就在说了 你说你看 那个我们反对啊 这个对接期货 期货有问题 反对确权 反对呢 资本在农村的扩张 但是呢 你看这个 好像我们这个 这些文件也提了 这个资本要在乡下 也要下乡啊 什么什么 像这里头啊 我们着重反对的 我们着重反对的 是资本的无序扩张 尤其呢 是什么资本 是外来资本 买办资本 还是在我们国企上 有一颗新的小资产阶级啊 小资本 农民的小资本 还有呢 民族资产阶级 当然了 还有呢 就是说国家的这个投资 对吧 这事不一样啊 所以在这里头 你到底要看什么资本 对吧 你还有包括呢 当时的那些复辟的还乡团 那些也拿着钱来了 怎么算 所以这个这次啊 其实这些文件怎么样呢 我们看细节 细节呢 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看呢 文件怎么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头的第23条啊 充分赋予农民 更充分的财产权利 就写了要兼顾国家 集体农村 经济组织的利益 然后呢 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 征收 有效调节机制啊 保障进城落户 农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是什么呢 这里头后头有一个句话 就是资产参股多样化 经营发展 农村经济呢 要健全农村 集体经济的监管体系 而在第22条 第22条啊 我们可以看清楚什么呢 这里头写了 对于这个农村的 结合农村的建设 土地治理 解决碎片化问题之外 还写了什么 就完善社会资本 投资农业农村指引 加强资本下乡 引入使用退出的 全过程监管 健全社会资本 通过流转取得 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 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 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我们看了这一条啊 你看得挺清楚 对吧 以前的规则 讲资本下乡 可没讲监管 可没讲资本要怎么退出 对吧 现在讲得很清楚 就是你下乡以后 这资格审查啊 监管啊 审批啊 就是说我对这个资本下乡 不能让它无序扩张 对吧 我们实际上这个的话 我们不是反对民营经济 我们反对的是资本无序扩张 所以在这一次中央文件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资本无序扩张 实际上是我们给它 那个做了一些限制 也就是说的话呢 给它带上了一个龙头 让它呢 不能随便的乱跑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不能像野马似的嘛 得给你带上龙头啊 那个 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资本乡下 其实这事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而且呢 这中间也还有的提到了什么 你对于这个 包括农村的银行 包括农村的借贷 包括呢 信用 提了什么 风险管理 提了村镇银行 你看都针对了 切实发生的问题 而且这切实发生的问题 再往下 我们可以看什么 就是说啊 前面说的这个 和村并居 和村并居到底怎么搞 其实中央的话呢 你从这几条当中啊 你可以琢磨出来 其实中央对于这个 和村并居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这个态度呢 我们也看看那个文件怎么说的 对于这个里头 和村的并居呢 这文件里头 你可以看 跟它有关的 第22条里头是什么 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总结地方小田并大田的经验 然后呢 到了24条 是什么概念呢 24条解释是 加强农村的规划建设 就是以 他这里头说的什么 严禁违背 农民意愿的 撤并村庄 搞大社区 但是呢 他又说了 推进以乡镇为单元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看的政策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了 那要全面的看 一方面呢 人家把这个土地碎片化 进行整理 小田并成大田 这样的流转是支持的 对吧 而且呢 对于这个乡镇的 这个全域的综合整治 综合整治 当然也就包括呢 那个村庄的撤并了 也是支持的 但是他中间又说了一个 眼镜 对吧 关键是眼镜的中间 他带一个前提 就违反农民意愿 这个违反农民意愿呢 这还是有多数理解的 因为你这个决策啊 你是村集体的决策 是投票制 这是集体意愿 不是个人意愿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是集体所有制嘛 集体意愿 对吧 你不是个人所有制 不是个人意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为什么要严禁 违反农民意愿 他就是说避免什么 其实你真正这个 核村病居下面 你从大的政策是好的 到下面执行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吧 你就像中国在建设的时候 他不可能没有拆迁 但是你真正到拆迁执行的时候 那么有人就借拆迁 去压榨那些被拆迁户的利益 这事是不行的 就是你拆迁的时候 或者是核村病居的时候 你去余利 然后你踩着这种方案呢 给农民呢 带来很大的损失 这事不行 他就等于说什么 这个事还是要干 但是呢 我们要加以限制 不能呢 让人呢 直入私祸 干坏事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这种状态啊 才是应有的一个态度 实际上现在 你不能是什么 忽左忽右 极左极右 你像呢 人家一说起来 核村病居呢 就进行妖魔化 说那三炮下乡的 那就有故事了 对吧 而且呢 在核村病居当中 我们保护的什么 说的也很像农民利益 你到农村去圈地的那个 不再保护之列 对吧 说的也很清楚 对吧 但是实际上呢 很多人反对核村病居的背后啊 有很多是在后头圈地的一帮人 在农村呢 他早就资本下乡了 他没有经过那个 前面说的什么项目啊 审批啊 下乡的那个严格的资格审查啊 这些过程 他就下乡圈地去了 然后圈完地以后 你要干什么 他就不干了 对吧 你就是你什么人能去 怎么去的 是什么资本来源 对吧 前面我们那也平了 那特朗普 还包括美国的一些州 你开始禁止中国呢 就禁止中国人 买美国的土地了 对吧 买美国的房子了 那么你想到中国来 为什么美国的资本能来 尤其是对于农村的土地和房子 照某个三农专家一说 就是第三资产池 要对接中外资本 好像不太合适 尤其是呢 外国资本到中国来 找货来 也不合适 而且呢 在这个土地流转当中 有什么利益 对着利益怎么分配 其实这个文件呢 也说的很清楚 我们看看文件呢 又是怎么说的 在文件的23条 写的也很清楚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 入市试点 要探索建立 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 有效调节机制 保障进程落户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 鼓励依法自愿有强转让 同条也要说 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的监管体系 说的也很清楚啊 集体资产的监管体系 也就是说啊 你这个乡闲不能乱来 而且呢 这集体资产 你土地入市的时候是什么 国家集体个人 首先有国家 还有那个份额 不是说你这个农地入市啊 好像跟国家无关 就是你们自己的 我一直在说什么呢 你像那个青山绿水 谁的青山绿水 你挨着这青山绿水 挨着这个生态资源 你就能卖高价 生态资源是你村小集体的吗 那是国家的 那是国家的生态资源 是全民的 包括有些村挨着交通要道 它就能卖高价 交通要道修路谁修的 国家修的 这里头啊 有这个路权带来的利益诉讼 或者叫转移支付 对吧 这就是国家的利益 而且包括呢 你让很多这些地 它为什么值钱 它如果它只是个重的 重粮食的 它不值钱 它那个变成经营用地的时候 它要是在偏远地区 它不值钱 它值钱 那是什么 占有了交通要道 对吧 它有些地呢 变成了那个住宅 它值钱 那是什么 它占有了好的生态环境 青山绿水 都不是它个人的 全民的 所以它要健全 这种有效分配机制 对吧 农村集体呢 也可以是小集体 你们村 也可以是大集体 所有农民嘛 我一直在说 这些所有的这些利益输送 和以及属于全民的 还有这些保障机制 应当是什么 是补偿全体农民 而不是说呢 进水楼台的既得利益者 全体农民 这个进城农民的 这些资产利益 对吧 你包括呢 这些农民的后续的保障 大量的农民可能会进城 那么怎么保障 你进城农民的 这个它跟城里人一样的设保 这中间的资产差哪来啊 对吧 国家的这资产池呢 那么当然你要从这个 有关的土地上收来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资产怎么来 对吧 其实这个说的呢 也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文件当中啊 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而且这种进步呢 一点点 好些事情啊 就是说前面呢 可能有些地方呢 走的有些偏差 在这个纠偏的过程中啊 也不能搞什么 不左忽右 搞很大的突然性 你要注意到 这种样的震荡是很大的 纠偏也得慢慢的 一点点的改 所以这就是我们就说 这个文件的比较啊 跟前面的不一样 就是在一点点的改 我们看到呢 一点点的向好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 七的三农的内容 在说的 其实呢 有些影响 也在潜移默化嘛 那个也能让大家看到 这个农业应该怎么样 对吧 我们首先要把这些话呢 说出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到底该怎么样 对吧 你不能像呢 某些人的话 好像提个什么 人民的头就是他了 然后呢 好像说 那个 你下边的话呢 全都是资本 无序扩张的事 而且还说 好像是 自己还好像戴着一个 搞计划经济的帽子 实际上呢 打左灯向右转 说的全是资本扩张的事 没说过一个 计划经济的要方啊 但是计划经济 其实也未必好 但是呢 对于国家 对农业的控制 这种计划的话呢 肯定这里头不是 不光是计划不计划的问题 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 关系到全民安全 国家安全的事情 对吧 也关系到重大利益分配 财产分配的事情 那么呢 好多事都是要慎重的 而不是呢 能交给啊 无政府主义的市场 我们市场呢 是要有监管 就算交给市场 也有监管 所以我们看见 它的进步 它很多监管提出来了 今天啊 对这三农的政策 就跟大家呢 聊到这 反正我们看了这个报告呢 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支持国家 支持党中央 支持二十大 谢谢大家 今天的内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以后的 有关三农的节目